人与人之间靠什么规则和契约才能长久相处彼此和谐 十三户人家结成的制沙群体 在改造这片沙漠的过程中苦苦探寻了十五年 没有乌拉的父亲巴依奈姆寇就没有这片林子 一遇到难题 乌拉夫妇就会带着父亲的照片来到林地坐坐 眼下由巴依奈姆寇所倡导的十二加一管理模式 正遭遇着新的危机 乌拉需要从父亲那里获得力量 这个故事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 阿尔多斯电视台资料库存放着当年的影像资料 乌审齐林业局支持他们三万元 购买了水泥桩和钢丝 这群在当时看着都还比较年轻的农牧民 就是乌拉的父亲巴因奈姆寇召集起来的众乡亲 他们在乌兰温都尔的三万多亩荒沙上植树 共同的目标把彼此连结在一起 他们自称十三兄弟 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是所有一切的起因 操作防冰雹设施的人叫思忠 小学毕业 是十三兄弟当中的文化人 乌拉的父亲巴因奈姆寇 当天也看到了这条消息 他果断召集自愿加入的乡亲 抢在别人之前 承包了这片村集体的荒沙 成为第一任战长 极杀战的成立 让十三户人家抱成了一团 他们如亲人一样 有爱护助 这个集体让兄弟更亲 同乡更好 也许是合作太过顺利 也许是大家对未来太过憧憬 也许是好事多磨 谁也没想到 就在大家正卯着劲儿 治理这片荒沙的时候 危机也悄悄来到了他们身边 2007年7月 巴因奈姆寇突然患病 他预感到了身体的不妙 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此时老人最放心不下的 是他刚刚组织起来的自杀战 在妻子的搀扶下 他来到了副站长张生才家里 张生才现在身患重病 不能说话 老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他还清晰地记得老站长 当时的一番脱姑嘱咐 他父亲挺好 他父亲是伟大 他爸在去世以前 只见了这片的荒沙 没有接过一点绿粥 前后都在那天晚上 我把他送回家 第二早晨 我在家里面打扫位 走了 我们副站长的老婆 跑得来来 还有我们的这个站长 老克莱夫 就这么个东西 接下来的事情 并没有按照老站长希望的那样 老人去世以后 新站长被他的大儿子 也就是苏和的哥哥乌拉取代 他弟兄 那时候你就问了 你给咱们跑吧 咱们咱也不要料了 给住的时候还得中 仍然是十二加一的组合 那么乌拉当上站长之后 会不会也像父亲一样 能团结大家一起往前走呢 这天是端午节 乌拉和乌云斯庆的一双儿女 从城里回来陪父亲过节 外人看来这是非常幸福的大家庭 儿女双全且已经成家 男女主人也不错 墙上挂着的都是曾经的辉煌 十年在任期间 他们夫妻俩因为大家共同造出的这片林地 分别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和自治区老摩的称号 和荣誉同时到来的是众兄弟的质疑 他自己说做这个 给三十五老五多打了十万块钱 这十万块钱咋来 我怀着的 你的照片拿了 不行 我们听说好像给十万块钱了 你咋接了 那给是给我的吗 又不是给你们的 你说给我给五十块钱 我给他最近的求求 你叫我互联队 我给你找什么 你叫我咋着 我给你咋着 最后你换了一块都换肉就给我拿着了 这是一锅子肉 里面放点土豆 他把肉吃了 土豆也不给我们吃 把熄汤给倒了 连个熄锅水我们都接不上 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你能拿肉鱼 你能拿龙磨 我一样要给你盖活着了 为什么我没有 三百五百块钱来的 但是我永远说你们大街上都用 对啊 这个不塌 这个时候他就有点不行 面对十二兄弟的布马 乌拉也有一肚子的委屈 这几个奖状 这都买个钱 十二块钱就是那个说 扶头去吃环保奖 那个时候我一年找顿费都上十万 给人花出来的钱 上七八十万 三百个人买的钱都花在那里 我比他们的什么都太多了 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跟我中一点说 就那个三个人中一点说 我的我 有些外面跑有些只能找的人 我还有找的人陪人喝酒 陪人 我们俩不陪人喝酒 我们俩身体哪有那么有病了 伴随着众兄弟对他的抵触 乌拉的家里第二连三出事 首先是乌云四庆 脑袋里长出了胶质瘤 连续三年降临灾难 而且每年都在三月份 乌拉百思不得其解 他请来风水先生 他就说 可能热的人太短 不悦必须的小学 不悦必须的书 大才又没有了 小才又走 讲明修理天不游行 该走 多年的积怨 在二零一零年终于爆发出来 乌拉绕开大家擅自引进的一个项目 成为了他下台的导火索 这年五月 十二兄弟发现一条公路 悄悄伸进了自杀站的地盘 并且有人拉来一台变压器 十二兄弟里面的一些积极分子 开始了行动 四年前一场腹底抽薪的抵制场面 就在鞭压器边上的深井工地上演 他没有拽头 他不可能给你拽来 就拿了两个拽头 最后他说 那我们怎么个 今天一天黑来 我们不摆家来 祝一晚上 明天我们摆家 拿着东西给他救 回来 内蒙古地广人稀 人们都分散居住 相见并不容易 敖包祭祀就成了 慕民交流情感 增进友谊的重要社交方式 2014年6月2日 一年一度的朝代敖包祭祀 在浓烈的欢乐气氛中 拉开了序幕 一般来说 十三兄弟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四年前的今天 他们却集中在村委会 做着另外一件大事情 项目的停工 并没有缓和大家对乌拉的不满 重新选举战长 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2010年 朝代敖包祭祀之天 曾经亲如一家的十三兄弟 要用手中的选票 来重新决定 谁来领导他们 选举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 十三兄弟每人手中赚着一张选票 同时他们也都是战长候选人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 十三张选票除了陈玉前一票弃权外 另外十二票都投给了两个人 梁凤舞和乌拉的亲兄弟 阿拉腾苏和 梁凤舞 阿塔斯库 梁凤舞 不必要学这个行李道 你现在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个中书 就是个干活 你闹那么多 这个道干什么 梁凤舞是巴依奈木寇的好朋友 也是十三兄弟中比较受尊敬的人 乌拉怎么也理解不了 原来一直还把自己当作亲侄子一样对待的梁凤舞 会成为试图夺取他手中权力的那个人 另一个和梁凤舞争高下的人 是乌拉的亲弟弟苏和 同样是官二代的苏和 是一个神秘人物 他一直不愿意出现在摄像机的面前 十五年前 按照老站长的遗愿 苏和就应该当站长 这次选举的第一轮 他和梁凤舞打了一个平手 每人都留票了 这个选水了 集中必须得也给吓了 我们那副选的杂选了 还在选的时候还能托杂选 人家大队指数就是那么 现在这个一例外就大队找 投一票 你就这个两个人里面 你选哪一个 你出上一个票 以后大队这儿的选子 就给我投入 一票 一分五 七票 现在开始就 他就出乌拉的站长来 就像比赛 总会有输赢 甚至有受伤 乌拉万万没有想到 会败下阵来 而且输得很惨 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 结束了 乌拉十年站长经历 收获的不仅是惆怅 还有满肚子的委屈 新站长上任也并非一帆风顺 梁凤武首先要面对的 是对谁负责的问题 眼下就有一块湿金石 路子说不够 他的项目就够不成 这项目是他在 拿我们的这片黄沙 拿来够项目了 我还没办法来 陪你哈利文上烧酒 我说你是 你是说你是 你应该是把你选起来 咱们这破坏 大结束项目 又做 又做起来 给你没有好处 到时我说 有力都是可以 我跟我们大家说聊 跟我们大家同意不同意 大家同意就可以 大家不同意了就不得死 第二天 他们有一开会 好像又不让 这 你下载 他们干什么 求完吗 你们杀人 谁没了 就走你了 我就走你 就你没了 我说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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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 我就说啥子 我说啥子 我说啥子 当初先别 说啥子 林立边界纠纷 几乎在他上任之后 就接连不断 但十三兄弟团结一致 齐心面对 一摊子老问题 需要新站长 慢慢解决 家里的农活 也不能耽误 对于他来讲 要做到面面俱到 可不容易 陈玉前 首先就不满意 他的劳动态度 我觉得他还干得不太怎么样 他就是好像 他就是一个领导 就是我们一出国干活 他就是来得有点迟 我不你们几天打发走了 你们干着 我就后面来看一下 就是结果的 要是看 哎呀 现在这个热 你就哈喽哈喽 他不对 比你不满 乌兰温度尔制沙站 位于厄尔多斯高原 虽然黄沙漫漫 但三万五千年前 人类祖先就开始在这里 繁衍生息 祖祖辈辈 沿袭下来的核桃文化 让民间充满了智慧 十三兄弟在磕磕碰碰中 寻找着和谐相处的最好办法 这样的会议 几乎每一个月都要开几次 虽然免不了争吵不断 效率低下 但所有成员都有了参与决策的机会 遇到重大分歧 大家都会用投票的方式 来最终解决问题 2014年6月2日 梁站长又召集大家来开会 有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众兄弟共同商议 原来有人建议 制作一块有大家照片和姓名的 自杀战攻势牌 成员的排列顺序 梁站长不敢私自做主 考虑原站长乌拉的感受 和他原来的贡献 兄弟们决定将他排在公式牌的第一位 原副站长张生才排在第二位 现任站长梁凤武排第三位 其他成员按照姓氏第一个字母的拼音顺序来排列 神秘的苏和 仍然没有来参加这次集体会议和统一照相 对公式牌有意义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现在的村之书 他认为苏和作为老站长的后代 不应该排列在后面 此时他需要问清楚 苏和为什么不愿意上公式牌 在同一位 何干什么呀 相约呢 我讲识 一人的汙和来 在云民池里面 所网的因素 因为稍微畅 我也有了 像是在云民池里面 这里不需要 药和来 是 这些人是 意思的 他投契不耍 我说我不想 不想照片说耍 耍起耍起 因为什么你耍的 最后说 他那个牌子做得我不在这 因为什么不在这 他说我老爸了 最起码做成绩的我们老爸了 他爸必须要放他第一次 这就是我们不同 这不可能做 那个时候过来我他说 这时候他们实在乎 这次人人都有照片 这人人都有留待 他来以后又走了 什么意思他过吗 说我还能不及 我不可能会儿 结果不合你 就睡得就不行 不可能你一小时 我又是他在弄手过去 就是有他的手 这不可能 他爸继续睡了 这次是我们不了处复了 2014年6月4日 雨后天气爽朗 通往支沙站的小路上 只带了乐器美酒的兄弟们 轻松前行 这一天对大家来说 都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公式牌今天要上墙悬挂 每个成员似乎都能从牌子上 看到自己十多年的付出 自从老站长去世以后 十三兄弟已经很少像今天这样 用猜拳行令来传达相互的情谊 十二兄弟都到齐了 大家嘴上不说 可心里还是有一些违法 什么时候苏和才能完全调整好心态 融入大家的怀抱 让十三兄弟真正名副其实呢 正当十二兄弟准备散去的时候 苏和来电话要求参加聚会 十几分钟后 苏和进入了十二兄弟视线 苏和的到来多少让大家有些意外 他戴的帽子几乎遮蔽了半张脸 显然不愿意让摄像机拍到他的形象 我觉得还确实是 你是不是说把你阿威了 你是不是说你了 肯定了吗 你是说把那个 肯定我们老子的名字咋就没了 这三八分之一开始数一开始的 要千里回来了吧 这合事不合事了 这都是你不过汇绕以后 给大家也就救出来了 一件意思说 咱们实在地球造的流子 阿威其实一开始是老个谬 兄弟们的劝说 终于让苏和改变了主意 他愿意把自己的照片 补充在公事牌上 并且摘掉了帽子 大大方方的和兄弟们 一起站在了摄像机的面前 这似乎预示着十三兄弟的关系 又重新走向新的和谐 但生活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现实生活就像一出大戏 人性的弱点 总会在无意之间暴露 好在民间智慧 总能找到 让生活回归平静的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